王岐山还是孟建柱 还是傅存华还是孙立军 孙立军和人家这个董卿将近十来年上床 将近十来年在一起 人家给他生了孩子 然后在孙立军不在期间 董卿陪孟建柱游泳 孟建柱喜欢游泳 然后又把董卿给上了 人家董卿这个有口说不出来啊 霸占了一二十年 青春全没了 那么这是他对女人看 他明知这个 他也不说 因为他觉得老板给他的政治利益重要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悲惨的一个女性代表 而且孙立军这人最爱明星 最爱爱女人 这个说到这儿 这个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陈小平实际上不是举行最爱 最爱的一个女孩叫梅婷 曾经跟潘石屹先生 这个这个 跟潘石屹先生拍过一个电视剧 梅婷也是孙立军搞过的女人 威胁 严格讲是强奸的女人 还有一个中央电视台的李思思 叫主持人 李思思过去是贺锦涛的儿子 贺锦涛的女情人 结果他要上中央电视台 在中央电视台要上春节联合晚会2009 结果他就找了当年的中央电视台长焦力 焦力答应他让他上那个主持人 后来就没让他上 结果他就拿着一个录音找了贺锦涛 说这个焦力和我睡觉了 我有录音 在睡觉的时候我告诉他 我跟贺家熟 结果焦力说 贺家算个屁 你少给我吓唬我这一套 结果他拿着录音找了贺锦涛 贺锦涛拿着这个录音就回找他爹了 第二天就把焦力创归了 焦力说我压根就没有跟他睡过觉 我也没有这个录音 是他造的 但是当年的贺国强就是今天的王岐山 就把焦力给抓了 焦力是我朋友 那么这个李思思曾经也找过谁 也找过孙力军 也被孙力军长期给霸占 到现在也没有出来 所以说孙力军和贺锦涛是表兄弟 那李思思还跟谁睡过觉呢? 李思思也找过傅政华 让傅政华在一个公寓里边霸占了将近一年 所以傅政华跟孙力军也属于表兄弟 李思思小姐你也来告我吧 没听小姐来告我吧 打破了陈小平同志 又一个梦中的情人 那么王岐山先生 除了许晴 范冰冰 他搞的女人多不多呢?那我就别说了 那态度呢?什么黄样啊?那多少啊? 也有一个演艺圈不太出名的女孩姓王 这个女孩最近通过各种渠道过来 千万让我不要说她 这个女孩是长期跟着王岐山的 然后这个女孩曾经帮助我 当然了 王岐山当时本人不知道 批过一个文件 还有一个帮助我一个香港的朋友 解决过一个中纪委双规广东的一个人的问题 当时找了广州帮忙的时候找了朱明国 朱明国当时就是那天晚上喝醉酒 跟他们喝醉酒 说过一句最狠的话 谁敢腐败 我让谁家破人亡 就是跟他们喝的酒 喝了六瓶路易十三的这个土豪 这个朱明国当时帮他被解决成 这个事找了我 我找了这个女孩 这个女孩找了王岐山书记 就事给罢了 这个罢了涉及巨额资金 这个今天我不说她的这个名字 因为现在不到时候说 未来这些事情都会出来的 就他们玩弄女性 是女性她们叫玩女人 她们不叫爱女人 这就为什么现在她们敢把马蕊 一个这样的女孩给亮出来 作为牺牲品 推在她们前面 就像在战场上把孩子 女人挡在前面 让敌人射一样 无辜的孩子的女人 这是她们的本质 这是为什么王岐山书记 孟建柱书记 孟建柱书记 孟建华 孙立军这过去五年办案子 全部通奸 全都是生活不正常 就她搞女人 叫搞恋爱 别人搞女人 叫搞通奸 别人搞女人 叫强奸 全是生活腐化 通奸 所以说我们共产党 现在中国共产党有个第二号名字 叫世界通奸党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吧 大家都很清楚的 对吧 所以大家看到了 她们在她们的生活中 女人和孩子 只有她的老婆和孩子 是人 是女人 应该得到尊重 别人的女人和孩子 全是玩具 全部是玩具 全部上面的口 叫玩女人 所以王岐山书记 当着那说那的话 是不是搞几吨钱 搞几个女人 那不叫腐败 搞几个娘们 她还不叫女人 叫娘们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看 无论是王岐山 孟建柱 傅政华 孙力军 这样的人 在过去的五年 领导了全中国的司法机构 把14亿人民当成猪狗来养